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時攻略的環節 想和大家跟進編劉973歐蘇丹最新的業績表現和前景 會請來Harry研究報告分析元軟智希 談談歐蘇丹方面最新的情況 Harry你好 你好 跟進編劉書單方面公佈了自至今年3月底子 全年的純利增長有3乘7至1.2億歐元 每股基本盈利是0.083歐元 派末期息0.0291歐元 特別息方面是0.034歐元 另外再看細數 期內的銷售剩下增長11.7%至12億元 另外經營料率亦上升了 由12.6%升至13.9% 經營日力亦增長了 升了23.5%至1.64億元 都有幾個問題先問你 首先大數方面非常好 增長有3乘7 如果看深一點盤數 就知道它的銷售成本其實就高了 我先問一下原因 有什麼利好因素 推動大數 因為我只看選益表 看到銷售成本比2014年增加 是不是在成本上有什麼控制呢 反而有什麼一次性的收益 例如減升減了店舖等等 有什麼因素帶動盈利表現呢 是的 盈利表現有幾方面 一來本身我們見到 如果你說計算歐書單 集團在歐洲 又或者是日本的業務 有少少的復甦階段 另外一方面 其實本身的毛利率 其實我看它都推上去 如果你說完全沒有在成本做到事 未必完全是 但是如果你說看歐書單 剛才Janette你講到 本身你報的數字是以歐元去計算的 所以就是匯率那邊的差額 令到你計算成本那方面 如果你計算歐元的話是少了的 所以形勢上來講 為什麼你會見到大數方面 都做得很漂亮 但是歐書單你看大數 雖然說升到特別是一個順利 37% 但是大體上來講 大家要明白股價 在市盈利方面 就已經反映了很多這些因素 因為大家見到歐元匯率 不斷去下跌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都已經猜到 這份業績不會差到哪 尤其是我們見到銅點銷售 也都有改善 雖然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都是5.0% 但是比起上年來講 也都是擴展了兩個百分點 大家也都見到 從這幾季出的業績 大家都想到 今次這份業績應該會做得挺漂亮的 所以反而看到股價 在業績之後 俗稱是見光死的 現在反而有倒退的情況 在那裡 好 可能大家都預料了 有幾個利好因素 剛剛也提到 有什麼原因呢 如果去看 財務總監 Thomas 他都承認 如果看歐書丹 你看他的電腦數目 或者銅點銷售 這一刻就不是意義太大 因為如果說回香港方面 零售業就可能第三季 受到戰中事件所影響 所以預料了這一季差的 而且零售股 就說很受到內地的自由行 去影響到那個數字 但Harry 你剛剛也說到 可能歐元便宜 和日本日圓又貶值 所以賣的銷量 就可以多一些 去抵消 他們都說 好像沒什麼意欲去加價 如果說到日本市場方面 不如我們都按不同的地區 去和大家分析先 最大的增長引擎的地區 分別佔比最多在日本 接著是美國 香港和中國 中國當然是兩點 但我們先說說 就是日本方面 佔比最大 我們說日本 先看看銷售淨額 佔比最多的有百分之十六 僅次於加上其他國家 如果只看日本國家 單一的話 佔比最大 日本市場剛剛提到 價格非常敏感 他們管理層也說到 沒意去加價 如何看日本市場方面的情況 日本方面 如果看到日圓不斷跌下來 其實對於集團整盤數方面 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現在日圓的跌勢 就不可以見到 在銷售量方面可以補足 看到集團好像 日圓便宜下來 產品也跟著便宜下來 但是那個刺激力度 對於銷量方面 未必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今次見到銷售額方面 在日本這邊 都只是一個輕微的增長 不是多麼緊要的 但是集團一直都說到 日本市場來講 始終都是歐蘇丹 是一個最大的市場 大家看零售股 這方面來看 就要特別擺開歐蘇丹來看 因為它有一個日本市場作為 如果你說佔整體銷售額 是16個百分點 這部分我相信 對於歐蘇丹來講 都依然是一個掙扎的階段 因為日本就算 日圓跌下來 經濟都是一般的 你看到 如果你由一個外國旅客 入回去 再買回 諾斯丹裏面的一些產品 其實佔比又不是很多 所以始終要看日本經濟表現 而且預測日本經濟表現 至起碼到明年 才有一個比較大的擴張幅度 所以對於歐蘇丹這部分來講 我相信對於業績方面 我覺得是一個中性的看法 不會特別有一個拖累 但是你說是一個 佔比盡大的一個盈利量碟 又比不比這樣看 所以如果你以歐蘇丹 以國家去分開 都是看美國市場 中國和香港市場的增長力度 其實有些大行 在出完業績之後 就說其實業績都真的交到功課 例如 就說 Ibita利潤率方面 都有一個持續改善的情況 好像是說 匯證方面 會持續改善 目標價看到26元 但後來就說 它的Ibit強勁 盈利也有一個強勁的增長 我想問多一點 可能一些技術指標 例如 就看回它的無齡率 或者Ibit利潤率方面的情況 如果利潤率的話 是不是還有一個上升空間呢 因為管理層其實都看到很樂觀 可能會放多些資源 在網上銷售 亦都看到 可能會跟天貓方面的平台 做一些合作 亦都說 預計在五年內 在網上銷售佔零售 有兩成半那麼多 是不是接下來 主力都可以放多些資源 在網上呢 因為本身 集團也都看到 日本市場 我們叫做中性 就是靜下來的 所以 集團的增長量點 會放在香港和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 如果大家看開中國的消費股 都很清楚知道 一定要打網購市場 網購市場 打進去的時候 要重新玩具 目標也可能會跌 因為如果你說放在天貓 其實你主要吸引到 本身消費者的眼球 就是那個折扣 鬥便宜的 所以你說中國這方面 我想如果你說大力發展 譬如天貓這些網上平台 對於銷量可能幫助很大 但問題是 毛利率可能會拖低 就要看看它自己的集團的銷售策略 因為銷售策略方面來說 本身歐蘇丹 隔幾季 就會很流行推出一些新系列 要看看這些新系列 究竟裡面的潤膚膏也好 不同的清潔用品也好 不同的產品 究竟受歡迎程度 如果你說 出來有一件產品 是比較受歡迎的 他們的定價可以進取少少 這方面就要看 拭目以待 看看管理層 可不可以出到打到一些比較 帥氣的系列 品牌大家認識 但問題是 如果你打天貓市場 或者是網購市場 毛利率可能會有一個 受壓的階段 但如果你說不同的內地品牌 始終打中國 一定要打網購 所以突然看看 本身毛利率受壓的程度 會不會有很多 其實他們也有一些新的品牌 即是他們的品牌 帶一些新的產品 在侮辱當中 不過那個佔備比較少 可能都需要一些時間去看 加廣告 如果你的新產品 效應或各方面都做得好的話 自然就有一個加價能力 如果看回這一刻 你講到就算發展到網上的銷售 大家都逗平 所以就是對毛利可能有一個受壓的情況 聽起來很兩體 很難去分析它的前景 以為業績大數向好 但原來大家預期了 所以令到股價又要回一些下來 跌1.5% 22.8毫半 既然是這樣 我們有什麼指標去分析歐書單 又很難去看 劉匯價這一陣子都會繼續便宜 例如日本市場 日圓方面又繼續貶值 歐洲方面的情況 整個經濟大環境又不是太好 那有什麼指標 現在再分析歐書單 如果用匯率去看 大體上我覺得會幫到歐書單 因為歐元的弱勢 再加上其實它還有一個美國市場 美金那邊有強勢 你賺美金回來 對集團的業務 或者本數上面會做得好看 所以結合香港和中國的市場 亦都開始有一個比較高速一點的增長 所以如果你說以匯率去計算 我覺得整體是向好的 大家不需要說 如果你說近幾季的發展上來講 歐書單都擺脫了之前的一些最壞的時間 我相信你說這兩季 維持到一個比較高速一點的增長 應該就不是太困難 所以如果你說看日本市場方面來講 始終都是一個中性 我又不是在負面的一個階段 而結合了這麼多因素 股價表現上來講 現在是22.8 你今天見到很大支針在上面和下面 技術指標上來講 我會這樣想 如果觀眾想留意這隻股份 看看有沒有機會落一條50天線 22.5左右 我會試一下 接下來就駁一駁上一些高位 譬如24至24.5 接下來這一季 我相信歐書單應該那個形勢 無論是品牌的發展 匯率的走勢 再加上業績都交到功課 應該那些基金就會很喜歡追捧一下 好 股價方面 今天來講就是負帶上大陸 所以就出現了一支針 今天高位見過就是23.7.5 期後 就很快就好像徵發了一些升幅 就要到跌的 跌著1% 今天低位暫時見過21.8 現在現價在22.9 來回那個部署 麻煩你哈利先 在歐書單方面的分析 我們知道時間有限 講不到太多 大家有任何問題 隨時再打電話來 可以問我們這個股份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 最後你有沒有拿著這隻973 沒有的 好 麻煩你先